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 四分漫步惊心 这段导演是不是已经看了好几遍 主角又是最近C位出道的刘敏涛 那绝对让大家给看了中年女演员刘敏涛的懵点 本以为是专装威严的大姐及长辈 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吧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 完蛋就完蛋 我什么都不怕 甭实话 我不爱听这实话 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 没想到创丽哥来如此 故意十足 真是让人惊醒 而刘敏涛爆红代表了什么 是解信念人的春天终于来了 出来听听 这两天和刘敏涛一起爆火的 还有综艺《神风波浪的姐姐》 多半消息人数已经超过20万 节目几奇 宁静 李宁静 张雨琪 黄轩衣等30位姐姐杯艺人 大家产生了蒙厚兴趣 无论是《青春有女2》 还是《创造营2020》 妹妹们的选秀更多是单纯正虔程 而且姐姐们的选秀就更加丰富 有颜值 有专业度 更加足够自在 我本性的你都配了 我本性的你都配了 感受怎么样啊 这女团 感受一下 最近越来越没有了 最近越来越没有了 一直点一直点 烦死了 烦死了 看这几个姐姐 扫行一座 遗憾的腕也出来了 荣奇无新 巨威亚直播间的状态堪称惊艳 如果你实在在我身上找不到才华 不可能美吗 王菲菲姐姐 不愧是爱豆学生的导师级选手 她们不仅是有实力的演员或歌手 更是在挑战未知的可爱萨姐姐 说到这儿 MG又想起了另一档解析综艺 《花儿与少年》 几位女艺人真性情的碰撞 成为节目最大亮点 我觉得最好什么活动 都要大家一起参加 比较好 我不玩 我也不参加 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不能让情绪不好 不要不要 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 我不相信都是人好不好 谁没有个情绪 那天你还哭鼻子呢 今天你上一季玩的 今天还这一季玩的 上一季 为什么说上一季 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 电视剧里出圈的姐姐形象也不少 比如前段时间出演下一站是幸福的曾琳 优传前大家对她演女总裁的期待 完美关系里 但恋属女陈述 就应该早早去拥抱爱她的弟弟才对 还有正在拍摄的刘青岁月 付出刘诗诗和风情失足妮妮 举手投毒实在太美了 这些姐姐其实并非是从天而降的宝藏 只是遇到了合适的时机 以及愿意发掘她们的观众 时间留在她们身上的故事肤浅的皱纹 是一种可以被称为积淀的东西 所以姐姐女精力量正席卷而来 大家最喜欢的又是哪一位呢 一部视频 独家策划